我们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是谈到亚伯拉罕与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关系 就是神启示他自己是那一位永恒不变 并且呢是将这个福气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并且与他立约的神 所以当今天到后来神对摩西说他是谁的时候 他说神是那位守约诗词爱的神 这是以色列人所认识的神 实际上今天当我们基督徒来信靠神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忘了神对我们来说也是守约诗词爱的人 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守什么约 与我们守那个新约 而旧约的那个约都指向最伟大的新约 所有的旧约都是影子 指向主耶稣与我们立约的血 所以当我们今天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神再一次借着圣餐 所有的话语都是什么 提醒提醒基督徒与神的关系 与耶稣的关系就是一个立约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的词是这个 是这个约的词 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饼 这个杯都想到什么 都想到耶稣所立的新约是在逾越节 是在旧约 那个摩西之约的时候 那个逾越节 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的那个国家的identity的时候 那个立约 所以这个约是神与人永恒不变的一个关系 特别是与信他的人 我们在这个上一个系列谈到圣约的儿女就是这个 今天呢我们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在想到说新约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的先祖啊 曾经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整个旧约都启示 那神借着逾越节提醒他们与先祖 神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那今天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 要有这个主餐 实际上也是提醒我们 主耶稣与我们借着这个饼 借着这个酒 或者是杯与我们相交 那同样的 这个主餐不仅仅是提醒我们 这个主所谓我们所做的一切 也是让我们借着这个饼 借着这个杯来什么 来与神发生更加真实的 可尝的可吃的关系 所以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实际上在 我不知道pandemic对你的影响如何 但是对我来说 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光是 当然也不当是对我 就是基督徒生命中的孤独 以前在教会的时候 经常可以面对面的 在这个团契在教会 可是你知道吗 在线上聚集 就好像闻到什么 闻到Virtual的花香 你闻得到Virtual的花香吗 吃到照片上的蛋糕一样 那种孤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 人与人之间需要的 上帝造我们不是造我们 Iselated 所以当今天我们来 主餐的时候 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说 主餐是在 是在Physical的时候 聚集的时候领受的 而不是Virtual领受的 就是因为相信说神的存在 耶稣的临在 不仅仅主餐不仅仅是纪念 是纪念 但是更比纪念 还有同样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领受饼跟杯的时候 耶稣基督神性的临在 是真实的祝福我们 真实的让我们可以体察到 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喂养 肉 他的肉 他的血真的是可吃的 与可喝的 所以这个孤独 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来看 亚伯拉罕 神在这一段的 与他的这个记录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是神是 神来做亚伯拉罕的朋友 那你知道在 这个犹太人去研究圣经的时候 包括新约的学者 去研究圣经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视的 就是神的话是 是不仅仅是清楚的 而且神的话是有 隐藏着许多的 窍窍门的 所谓的窍门是什么 就是说神在 启示他自己的旨意的时候 他用的词语 他用的词早 是非常丰富 以至于呢 他们中间的关联 实际上隐藏着许多奇妙的 上帝的救赎计划和细节 那在旧约中间 我们要看到说 神在对亚伯拉罕 他与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关系 他是 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主 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磐石 上帝是亚伯拉罕的 这个盾牌 保障 但是他们说 对人来说 他们觉得亚伯拉罕 领受到的上帝 以他最伟大的 或者最崇高的关系 就是他被称为上帝的朋友 神的朋友 因为这位上帝不是一个 一个小神 也不是一个地方的神 更不是一个 一个民族 一个文化的神 他是什么 创天造地 托住万有 掌管万有的上帝 所以 犹太人或者是新约的学者 也去研究旧约的时候 谈到说 被称为神的朋友 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整本的旧约中间 被称为神的朋友的人不多 所以 有几出经文 第一个 就是 这个 以色列的王 他在 这个 祷告的时候 宣告说 神是保守他们的神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 我们的神 你不是在你们以色列人面前 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 永远为业吗 所以 第一个 犹太人的 君王 记住 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 然后在雅各书中 新约中也提到说什么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 以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不仅仅是 他的神的仆人 亚伯拉罕不仅仅是 神的什么 使者 神的见证 神在迦南地 那个地方 的那一个 一个榜样 或者是他所设立的 神的国度的 开启的 救恩计划 开启的那一位 更被称为神的朋友 不但新约 还有旧约 还有一处也在说什么 为你以色列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 什么 是我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一切都给我们知道说 亚伯拉罕得为 称为上帝的朋友 实际上是什么 是了不起的 是上帝对亚伯拉罕 一个非常大的尊敬和尊重 那这个也带来说 他为什么 他的生命中间 有那么多 在人看来 奇特的 奇妙的 翻转的经历 更有一些 让我们出乎我们意料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 是出乎我们意料 对当时的 对犹太人来说 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的 就是今天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去读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整个经文 只有一到十五节 而且平淡无奇 你会注意到 很少有人把这段经文 拿出来做讲道 大部分时候呢 都会把那些dramatic的 对吧 比如说 耶和华在荆棘火焰中 然后海水淹没 埃及人 很少很少有人 把这一段平淡无奇的经文 拿来做讲道 可是如果你按照顺序去读的时候 你必须要思考 那正因为这个思考 你会得到 你去听那些很激烈的 那个经文中间所得不到的信息 那今天这段经文就是 耶和华在曼利相书那里 向亚伯拉罕显现 天正热的时候 现在天气也热了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他举目观看 看那有三个人站在他附近 他一看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说 我主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不要离开你的仆人走过去 容我拿点水来 请你们洗脚 在树下休息 既然你们来到仆人这里了 我再拿些饼来 让你们恢复心理 然后再走 他们说 就照你说的去做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到撒拉那里 你赶快拿三西亚面细面揉面做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 牵了一头又嫩又好的牛犊来 交给仆人 仆人就急忙去预备 亚伯拉罕取了乳酪和奶 以及预备好了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 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 他们就吃了 他们对亚伯拉罕说 你妻子撒拉在哪里 他说看啊 在帐篷里 有一位说 明年这时候我一定会回到你那里 看啊 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 撒拉在那人面前 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 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年纪老迈 撒拉的月经已经停了 撒拉心里窃笑说 我已衰老 我的主也老了 怎能有这喜事呢 亚伯拉罕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为什么窃笑 我已年老 果真能生育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锁定的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明年这时候 撒拉会生一个儿子 撒拉因为害怕就不承认 说我没有效 那人说 不 你的确笑了 这段经文真的是平平无奇啊 从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首先呢 这段经文 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一个段落 那今天这个段落就很简单 因为是一个叙事文 所以他没有用 他的基本上就分成三大段 第一段呢 就谈到神的显现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这个显现的重要 第二段呢 就是谈到亚伯拉罕作为主人 招待客人接待三位来客 第三段呢 就是这个客人 对亚伯拉罕所给予的这个招待 所发出的一个回应 那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今天出现的这三位客人呢 是我们一会儿来做一些的深究 好 首先 希伯拉罕在十三章的时候 提到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这段经文实际上跟今天我们所读的 创世纪十八章 实际上一直到后面的十九章都有关系 那这个牧师跟学者们谈到说 在这个希伯拉罕的十三章的经文中 谈到说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跟后面罗德接待天使 实际上都适用于今天的这段经文 那为什么要谈到这个 因为这个是谈到说 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至高的期待 这个期待就是什么 就像耶稣对我们的期待 说什么 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什么是完全人 那完全人 现在就在神面前的完全人 包括今天我们谈到的 用爱心接待客旅 那这一个与神 今天的这段经文 对亚伯拉罕的一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第一节的前半节 就是耶和华在曼丽相书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 那你说这个这节有什么重要 如果你不停下来读 你就会miss掉一个重要的这个前后的关联 就是这个显现在圣经中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 这一次称他为亚伯拉罕 前两次都是称他为什么亚伯兰 亚伯兰 而且这一次的显现出现在什么时候 出现的时候不是一个单独的显现 什么意思 首先显现给他的是三个 好像三个客人 其次这一这一个的显现 是在他的仆人 在他的家人 包括撒拉的面前 所以这一次你再一次给我们看到 一个活在上帝面前的人 永远不是孤独的 永远是什么 神向他的显现 一定不仅仅是在他个人的时候 还有一个不可缺乏的 就是在群体中间上帝的显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聚会的时候 你知道个人读经永远不能取代群体的敬拜 跟什么认识神的话语 那个上帝的在群体中间的彰显 是今天这一段的显现的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同时这个显现也让亚伯拉罕 与他的名字相符合 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显现的内容 所以当你很快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思考 但是如果你慢下来 比较思考前面神的显现 和今天这个神的显现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一次的显现 对亚伯拉罕来说 有着一个非比寻常的含义 而且你知道 前面亚伯拉罕经历了起起伏伏 对吧 从他离开这个生长的地方 到他与这个敌人打争战 就是很多的 然后还要去到埃及 很多的dramatic事情 而在他平稳的这段时间 上帝为什么要显现给他 这一些都是特别需要我们去慢下来 不要跳过去读圣经才能够抓住的 你如果跳的话也可以抓住跳的那些东西 但是跳过的东西就miss掉 这一次所要强调的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友谊 而这个友谊不是不是怎么说 一次两次的经历 而是一生不断的 他凭信心跟随上帝的时候 所成熟成长起来的 就像基督徒 他若真的知道自己的救恩的话 你就会知道基督徒的信心 永远不是那一次的得救 一次的感动 而是一生不断跟随的时候 经历上帝的真实 并且什么更加见到上帝的荣美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说 他的这个友谊实际上有很丰富的内涵 这个友谊就是你看到说 在他的平静安稳之中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可能就是形容他的一个动作 但是当这三位三个客人出现的时候 他一看见就跑去 你知道很多人都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一个疑惑 就是亚伯拉罕凭什么 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是怎么 到近东的那个文化跟我们相距甚远 凭什么一旦出现这三个人 他就有这么多的动词 来表明他对这三个人 somehow就不太一样 你要知道他是 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 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态度 当然不是 你要记不记得 当他这个 他住下 他住的地方 他是住在那种比较什么 贫瘠的地方 因为他是往山上走 罗德是往什么 水草丰富的地方 像我们中国的早先的黄河流域 亚伯拉罕为什么不要去与那些富饶的 黄河流域的rich guys 富有的人住在一起 他是不是所有人他都是这么欢迎的 还记得他打败四王五王的那个回来的时候 对吧 那个索托马王就就说 哎呀 人给我钱是你的了 就好像说我很慷慨 然后财富给 亚伯拉罕说我不要你的钱 这里是亚伯拉罕倒贴自己的钱 为什么 什么事情让这三个人 让他觉得不一样 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天路客 他跟整个世界所不同的眼光 回到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你要知道很多人在很多地方投资 孩子的成就上 财富的投入上 时间的投入 整个硅谷的建立 他们说这个算法等等 这些都是在投资上面 然后投资之后 硅谷的这个高工资 这些都是时间跟精力的投资 为什么亚伯拉罕 他把他的思考跟投资 放在这三个莫名其妙的出现的人身上 你用他看他这些词吧 急忙紧 跑道 签了 交给 取了 摆在 站立 他是不是 他是主人 对不对 他款待客人就罢了 他还是站在旁边 吃东西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你仔细思考 你才会说 真的 真的很特别 然后你看 这三个人呢 也不客气 对不对 那算是什么 吃了 而且呢 坐席 让亚伯拉罕站在那 他没有说 亚伯拉罕来来来 坐在我旁边 然后他还说 你妻子撒拉在哪里 他真的是主人 他是主人 好像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也不白吃 我们有时候看到 他的对话 他就说 他马上就回到 亚伯拉罕 你最care的东西 他好像就比亚伯拉罕 还知道 亚伯拉罕 在的需要 虽然这些都给我们 看见背后 一个非常深的 隐含的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隐含的意义 就是 这三个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实际上 有一本书 我最近还没有时间去看 是新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Angel of the Lord 英文的 神的使者 他就说 在创世纪中间出现 还有这个 初埃及 就是出现那种 神的使者 在你人看来是 好像都是天使 不是的 在学者们在那儿 仔细地研究 他的单数 幅数 还有用的词的时候 实际上的使者的 这三个出现的 使者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 是有区别的 从他的单数服术 还有从他的 在人的面前的表现 你会看到说 实际上 其中有一位使者 应当是 他们说 耶稣基督在旧约 不是肉身的显现 是成人的形状的显现 那个使者 他在中间取得一个 上帝的那个 见到他就好像见到神一样 他取主导的地位 而不是所有的使者 都是这样子的 在旧约中间 比如说 当去拜访 罗德的那两位天使 就不是基督在肉身的显现 基督在旧约人的形状的显现 但是在这个 摩西的时候 在西南山的那个时候 他就是很可能是什么 还有像约束亚 当约束亚攻在迦南地的时候 对不对 约束亚说 你是谁 是跟我们在一起的 他说不是 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那些的时候 天使之间 使者之间 还有区别 那我们今天不是做学术研究 但是我说 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 这些如果你快读 你都是过不去的 过去的就会miss掉 那我们想要强调的是 今天这段经文中间 当亚伯拉罕这样招待 他实际上他知道一件事情 这三位使者 跟其他所遇到的普通人 或者是跟他所憎恨的 什么索多玛人 是很不一样的 这三位 他们都是在 在他来说 是那个圣者 圣者的领导 怎么知道是圣者的领导 因为他自己都不敢 在他们面前作息 而且他 在侍奉他这三个人吃完之后 这三个人一针见血的 指出了他内心最大的渴望 最大的需要 还有最可慕的福气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说 萨拉听到那个 我刚故事大家都已经记住了 就是萨拉听到那个人 给他的应许说什么 明年这时候我回来 萨拉要生个孩子的时候 萨拉笑了 你知道这个笑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贯穿了亚伯拉罕 跟萨拉的福气的源头 和他的最后的力量 就是什么 萨拉笑了 可是亚伯拉罕也没有笑 有 如果你看十七节的时候 你要读创世纪的时候 这个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他的 周围的所有的人物 他们自己跟他的互动 还有他的表情 都记住下来 亚伯拉罕听到在十七章的时候 亚伯拉罕听到上帝 给他的应许的时候 他也嬉笑 但是圣经用了一个词 新约的这个 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喜笑 所以就表明这个笑 如果当然你要去做研究的话 这个笑跟萨拉的笑略有不同 有人说这个笑呢 实际上是偏向于说 这个笑他开始有些不信 但是这个笑也是给神一个 有一个opening 就是什么 他也期待神能够 能够什么 印证他 神能够来persuade他 实际上十八节就 马上就说了 十七节说 亚伯拉罕说 一百岁人还能得孩子吗 萨拉还能生吗 他只是讲fact 但是亚伯拉罕 他就把他的怀疑 跟神讲说 他没有说不相信神 他说什么 他说以示玛丽 以示玛丽活在你面前 就是说以示玛丽是继承 那个他的后裔的 产业的后裔 但是神看到他讲这个话的意思 你知道这就是 这个神跟亚伯拉罕 真的是非常亲密 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 他说不然 他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对你来说 萨拉才是你最爱的 萨拉给你生的儿子 肉身生的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萨 我要与他坚力所力的约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所以真正的那个信心的后裔 虔诚的后裔 应当是从什么 应许的萨拉 所生的儿子以萨来的 所以萨拉的孝 跟亚伯拉罕的孝略有不同 为什么神 借着亚伯拉罕的孝来改变他 同样呢 萨拉的孝呢 有人说萨拉的孝也有 神也不断的来改变萨拉 为什么 因为当萨拉去 在这个帐篷里头 心里窃孝的时候 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的 但是吃食物的 这个吃完亚伯拉罕预备的 这些丰盛的 这三位使者中间 那个带头的那一位 就指出来说 萨拉为什么心里窃孝 然后他就是把萨拉 心里所怀疑的 然后萨拉顶嘴 或者是说我没有窃孝的时候 他说什么 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所以你要知道 萨拉的窃孝实际上 比亚伯拉罕可能是更 有点怀疑更多 怀疑更多 可是你通过耶和华使者 这个领头的对他的回应 你会看到上帝实际上 是很温柔的 来什么 坚持说你笑了 但是呢 没有去过分的责备 所以当我们来看到的时候 你就会说信心会不会怀疑 真实的信心 作为人的信心 一定会有些些的怀疑的 不论是亚伯拉罕的怀疑 还是萨拉的怀疑 圣经都没有什么苛责他们 但是圣经仍然告诉我们 要坦然面对自己的怀疑 所以当基督徒 今天我们来跟随神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教会 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有怀疑的 但是呢 圣经说 就是这样 你凭信心来跟随我的时候 我会慢慢让你的怀疑 越来越少的减少 而且我会将真实的信心 不断的加给你 并且改变你 塑造你 让你知道上帝岂有难成的事 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 比如说家人的不信 孩子的悖逆 或者是许多事情在我们 就像我说的孤独 亚伯拉罕也面对这个孤独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神可以来用他的方式来什么 来去除我们的不信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这里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在民宿级中间神人摩西的怀疑 实际上今天我就不用讲这节经文 我们就讲今天承传道已经提到的对吧 服侍神的人有没有怀疑 有 真实来说总是有很多的 怀疑实际上不是在你很顺利的时候有的怀疑 往往是你什么 遇到挑战的时候 神真的呼召我吗 或者说神呼召我真的给我 我真的能克服吗 实际上真的是有的 他的见证是很好的 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摩西的见证的时候 神为什么把摩西的这些经历给我们 还有亚伯拉罕经历给我们 就给我们看见说 真正跟随神的人一定会有怀疑的 那个怀疑对每人来说略有不同 但是神说 在你要定睛在我身上 你就知道我是真的 然后呢 当然旧约还有一位先知耶利米也是 也用了耶利米所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神让他做的事情 以色列人不信 比如说这里的上下文就是 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城要被攻陷 一个国家要亡国了 你还去买房子 合不合理 就好像 所以但是上帝让他去买一个房契 要借着这个买房契的不寻常的举动 显明耶利米是神的先知 见证说神的预言临到 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是神许可的 而且是神乐意见到的 所以耶和华就说话临到耶利米说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 所以你知道神借着他的话来给我们信心 借着他的话让我们走过这个难处之后 特别是亚伯拉罕这时候走过的这个难处之后 回首往事的时候 神就说你借着我所告诉你的话 就知道我是真的 所以对亚伯拉罕说 他在这个过程中间所经历的 还有萨拉与他一同经历的是一个等待 等待的功课 我们通常觉得等待 好像就是说不觉得等待很有价值 但是等待却是最宝贵的功课 特别是因信而跟随神的人 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中间 我们知道上帝说要给他赐福 是在他七十多岁 什么给他这地将要成为你的地 那我要赐给你的后裔 可是他等了多少年 二十多年 对如果是等到以撒的二十多年 中间还用他的方式 什么或者是用萨拉的方式 还生了一个以时玛丽 但是他在这个等待中间 人在等待中间 人学到什么功课 人学到生命的成熟 所以我们看到 萨拉有没有与他一起忍耐 等候 有啊 对不对 圣经给我们很强调说 这个萨拉是跟随亚伯拉罕 当亚伯拉罕出来侍奉神的时候 端一跟随神的时候 离开那个乌尔的时候 萨拉是女子中间的什么尊贵的女子 是美貌到了七十多岁 还什么法老还要去看上他 那个还要什么 亚比米勒也看上他 对不对 而且他不仅仅是美貌 而且是他的性格上的尊贵顺从 所以萨拉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会知道他得到了 他是不是一开始就也是信心满满 是也不是 对吧 他能够跟随亚伯拉罕 离开那个舒适的环境 但是在他跟随中间 他也有怀疑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 他把什么下甲 给了亚伯拉罕 你再不生的话 我是不能生的 把下甲给你 以施玛利出来 但是他的本意是好的 对不对 他的本意是希望 他知道亚伯拉罕看重后代 可是萨拉他的忍耐 和他的今天这个故事中间 给我们看见他的软弱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个故事 也让我们看见 圣经中就也借着这个故事 看见说他实际上 也是神改变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神的改变 给他带来三个福气 三个福气 第一个福气 就是虽然这里说到 萨拉窃笑 虽然耶和华的使者 或者是我们说可能是 耶稣在旧约人行的显现 说温柔的责备 他说你是怀疑了 你是窃笑了 可是圣经最后新约 希伯来书对他的总结是什么 他是有真信心的那位妇女 他是有真信心的那位妇女 所以希伯来书对他特别提出 说因着信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你注意到这里说什么 他必须有真的信心的时候 神的福气也能够才能临到他 这个就让他真的怀孕 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 在今天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中间 你会发现这个吃饭是很简单 但是是很特别 因为萨拉的信就更加的真实 真实到他不再怀疑 他的怀疑是 从可能是从50% 60%到80% 90% 他真的很把握但是他还是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他的信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 他的信不再集中在他的能力 他的作为就像摩西一样 他不再集中在他自己上 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因为他亲自显现什么 而且再一次将他的应许给萨拉 让不仅仅是单独跟亚伯拉罕讲 而且丹而且萨拉也听见了 而且呢还温柔的纠正他 你笑了你还是有点不信 但是我虽然我虽然你有点不信 但是呢一话的是说 不能因为人的不信就什么 废掉了上帝的应许 上帝说我还是把我的应许 再一次跟你讲清楚 我不会因为你的不信 而什么而不祝福你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改变 真心 第二个萨拉的笑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记号 这个笑你知道 这个笑很特别 都是笑 我没有时间去仔细打西伯来文的 但是基本上你要知道 萨拉的儿子以撒的名字就叫什么 以撒的意思是什么 笑 以撒的意思笑 窃笑 吸笑 笑都是笑 这个笑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最重要的神要借着这个笑 来提醒他一件事情 为什么萨拉把这个笑 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以撒 我要你说上帝说的 对 但是上帝不明用喜笑来形容 当然这个事情是大喜的事情 对不对 让他开心的老来得子 而且是应许的儿子 敬虔的后代 不仅仅是儿子 而且是虔诚的后代 就如马拉基中所说的 上帝所要的是什么 上帝的子孙 敬虔的后代 这个笑提醒人我们一件事情 上帝不是因为人做什么 他自己来做什么 不是的 上帝是他先改变一个人 他才什么 那个人才能够真正的来 从他的软弱中间 神把他逆转过来 变得刚强 从他的不信 神改过来让他信 以至于他的窃笑变成真正的喜笑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就是提醒的我们是什么 真正的福气啊 必须是来自在被上帝改变的福气 不是说个人立志的福气 个人立志固然重要 但是我真正知道我有福的是什么 是我发现我开始被上帝改变 而不是发现说我立志行善 但是我最后开始跟随的很好 后来就跌倒 不是的 你要知道说你的 我们的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信的时候 让神更加的改变我们 更加的加注我们的信心 而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个人意识的冲动 这是跟随上帝的一个秘诀 就是我们要经历被上帝改变的真实 所以撒拉的喜笑就告诉我们 你要有敬虔的后裔吗 就像撒拉那样 在略有不信的时候 虽然不完全信的时候 还是跟随 因为上帝会改变你的不完全的那个信 让他以至于信上加信 所以我有一次有一位犹太人 我们在好像是教会退休会的时候 那个犹太人也是犹太基督徒 因为我就对这个希伯来 就犹太人他们怎么解释这段经文 就是这个笑 这个笑 撒拉这个笑是有信心的笑 没有信心的笑 后来我就问那位犹太的基督徒 他娶了中国的太太 他也是基督徒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笑到底 你们这个犹太拉比是怎么解释的 他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 就这个笑虽然是有 他说既有那个窃笑不信的那一部分 但是也有被神改变最后什么 改国过来 以至于这个笑不再成为羞辱的记号 而成为荣耀的记号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笑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你知道在世界看来是羞辱的记号 但是在得救人来说 却是上帝最荣耀的记号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作为 神的作为就是把你的羞辱 或者你的软弱改变成你的刚强 不是你的乃是神给你的 越发显明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然后最后在彼得前书 也是再一次的用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去读 旧约圣经跟犹太人读旧约圣经 最大的不同 我们有新约全然的启示 所以新约的comment对旧约是一个非常大的亮光 一照下来就知道说 哦 萨拉为什么称 旧约为什么称萨拉是那位信心的女子 而且是旧约中唯一记载 她死时的岁数的女子 就是因为她听从亚伯拉罕称她为主 事实在什么方面 就是在今天这段经文中 就是在今天这段从来你不会 大部分你不会做了一份心会的讲章 也不会作为步道会的讲章的经文中间 这么平淡无奇的讲章 但是出现有许多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唯一一次圣经中记载 萨拉心里称她为主的 就是今天这段经文 而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表明什么 家中这位女子跟随她的 就是像她的丈夫亚伯拉罕那样 以信来跟随的时候 上帝赐她敬钱后代那个关键的时候 你知道这是非常 你知道这一段经文真的是 我觉得就是敬钱家庭的一个奇妙的提醒 就是要有敬钱的后代吗 你要真的知道上帝的福气 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吗 看古时敬钱的妇人 内心称亚伯拉罕为主 不是在所有的亚伯拉罕做错误的上 也不是在她跟随上帝这件事情上 好最后我就想结束的时候 我喜欢我想用这个 当然我们下面有一些讨论的时间 我就读一下麦尔博士 就是这一段经文对撒拉 就是亚伯拉罕请天使 款待天使 并且蒙受上帝使者的祝福的 这些的评论 首先就是说 为什么上帝要来拜访亚伯拉罕 因为上帝知道亚伯拉罕 他需要一个更清楚 更确认的友谊跟长久的信心 所以上帝是来兼顾亚伯拉罕信心 也是来什么 祝福他 并且更加的来塑造 他的妻子撒拉的 所以麦尔博士 就是过去的一位先贤 他提到就是说 神真的是住在地上吗 因为所罗门就已经说 天上的天 向前布局你所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殿呢 然后他说 当今天 他称今天的这段故事 叫做上帝微服私访计 我不知道你看过 多少微服私访计的联系句 但是今天这段故事 真的是上帝微服私访计 他说 神是至高的神 但是圣经启示我们 他也是那位什么 愿意与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的人临苏醒 亚伯拉罕撒拉 为什么神来造访他们 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谦卑的 寻求神旨意的人 所以他在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更是如此 你知道旧约跟新约 是完全相通的 旧约就指向神的儿子 是来什么 拜访谦卑的人 而且安慰他们 微服私访的上帝呢 说圣经 麦尔博士说 没有一颗心过于悲怜 神不愿意进入 你要 你要真的与神相遇吗 谦卑的来遇见他 没有一个家庭过于简陋 耶稣来的时候 对吧 他还去 他不论他去罪人那里 去穷苦人那里 他不是光去富人那里 他居住在其中的 也没有一张桌子过于寒碜 是他不愿意在此进食的 旧约的耶和华神 新约的耶稣 他们都显明就是说 上帝是怎样的神 他是那位愿意与人相助 人需要招待神的不是美食 最重要的是谦卑的心 然后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主餐 也是主耶稣 做的这件事情 他在门外叩门 你要真的 让上帝微福私房到你吗 你真的就应当像亚伯拉罕那样 谦卑下来 寻求至高神的 那个灵在和他的友谊 所以最后 这个迈尔博士也只谈到说 人的罪需要说 要获得赦免似乎很难 但是悔改而相信的灵魂 神会为他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灵魂 你可能难以相信 相信我们的灵魂 要披戴华美的衣服 但是若是相信 这是必然成真 为什么 因为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 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我们本来是背逆神的 但是只要接待他 奉他名 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我们全名 做神的儿女 那神面对亚伯拉罕的接待 他赐给亚伯拉罕的是什么 更大的信心 更坚实的信心 你要知道这之后 我们会发现说 在亚伯拉罕生命的高潮 他会献祭 就是把他最爱的献 他不是一蹴而来的 他生不断成长 他这时候已经一百岁了 他要生孩子的 这时候 以撒有没有生 还没生 还没生 你要知道 但是神已经给他 生命已经做了这么多的 什么坚实的 好像大锤一样 什么来淘灶他的信心 如果获得这信心 他说你切记 信心是一个人要真正有接受的态度 而这个态度 真正的谦卑的态度 一定是来自上帝恩典的促生和维持 不仅仅是个人 而是个人连接的时候 上帝赐那针信心 然后基督的是使人的信心创始成中的 在个人的经历尤其如此 信心是神的赏赐 如果你愿意就要学会把自己的意志摆在哪里 基督这边 而不是稍纵济世的一时之想 而是更多的全人的持久的投入 渴慕的相信 而且你的相信不是凭空的 是什么 建立在神的话语跟应许之上的 你眼目要注视基督 思想考察神的应许 思想神的性情 随时要准备抛弃一切令圣灵担忧的事 这也是我们今天主餐不断提醒 我们都要反思自己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这样如基督的真理 一样确切的就能移山 面对一切不可能知识的信心 就能够在你里面生长并且维持 所以什么是福音 今天我们看到福音的另外一个 被忽视的地方 福音是让我们生命不断更加成长的那一个好消息 就是圣洁的神愿意与神同住 交往并且作息 亚伯拉罕亲近神 所以他当这位访客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 他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他在这三位访客面前做甘心乐意的摆上 是绝对应该的 同样信心呢 也反映在神在你的家中不断的来什么 让家人在敬前 在敬拜 在这个生命的那个终极的事情上更多的一致 包括招待尊贵的克力 包括以信心去敬拜我们的神 而神呢 绝不亏待 你要知道投注在上帝的面 这当然这不是一个利己主义的 这个这是真信心的一个投资 神将他最深切的盼望 不仅仅是后仪 而且是承受产业的 什么叫承受产业 就是这个后仪 他所领受的是永远的祝福 而不仅仅是在地的祝福 在地的祝福固然有 但是最大的祝福是敬前的后仪 然后呢 而且神呢能够照顾 神也会安慰引导家中的软弱 撒拉的软弱被神洞察 也被温柔的责备 所以当家中的母亲父亲 来跟随上帝的时候 上帝绝不亏待 这是福音 福音就是说上帝的福 是借着信 因信 以至于信 而且不断来改变我们 讨造我们 好 今天我想 最后就是主耶稣也是这样 称我们为他的朋友 耶稣说什么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 他是 当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 不仅仅是作为主 他也是作为为朋友舍命 他说你们如果遵行我命令 就是我的朋友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现在就是以后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但我称你们为朋友 朋友是因为我从我父所听的一切都已经让你们知道 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 主耶稣呼吁我们更多的来跟随他 更多的来什么 聆听他 并且领受那属天的福气 好 今天我想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有一些讨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亚伯拉罕为何会对这三个访客 有着殷勤的招待与服事 表达 合作 亚伯拉罕 我想 我想他因为以前间运过掌門 所以他认知